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第一个是往前翻 第二个呢是往后翻 往后翻 一个大大的 好 我把它收进来 好 第一个节是不是出现了 第一个节就出现了 这是线长的边法 就是你的尾线很长的时候的边法 好 那我们边完了 左边我们来边右边 右边一样哦 把白色放到中间来 好 第一条线往前翻 这个往前翻 动大一点 把白色穿过去 往上送 好 第二个我说过了 往后翻 抓着往后翻 一样动大大的 一样穿过去 好 这个节是不是就完成了 这两个节就完成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在边中心点的时候 好 一样啊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特别的 就是直接这样交叉 好 那你把线先移过去 好 那橘色的线过去 这边也过去 因为橘色的线比较短 它用到的量比较小 所以它就比较没有压力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齁 就是直接这样扣着 好 把它往上送 送完了以后再来拉整个 然后把它拉紧 一样哦 拉到底哦 好 收 收 好 这样子的收法 这个橘色就使用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来又要编 好 再看一次哦 这个地方 拿着线 把它往前 往前翻 动大一点哦 穿过白线 然后就收 好 再往后翻哦 那这个没有要用到的量 再把它抽出来 往后翻 往后自己的身边翻 先送过去 好 这解就完成了 那这一条一样 黄色 往前翻 往前翻 过洞 好 再来往后翻 过洞 这是一个编法小技巧 那亲友发现说 如果当您的线比较长的时候 就是这种卷线比较长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般整体来讲的话 卷线的使用长度是真的很长 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这种方式 能够让我们的 这么大卷的线 不用一直搬过来搬过去的去绕它 像这个位置就没办法 透过刚才那个小技巧去运用它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原本的地方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 把白色的线夹着 夹着 好 那把这些两条线收到最 最小的范围 再来收白线 然后把它 顶着 收 收 然后呢 把形压出来 稍微拉紧 白色的线稍微拉紧 形要压出来哦 花的形压出来 白色线拉紧 黄色的线收 好 那我们就会完成这朵花 然后再来做平结 那平结的次数 平结像平结在边的时候 我可以把白色线 白色的 右边的线先绕过 放过来 然后这边 这条不要动它了 直接把整个提起来 穿过那个洞 这种方式呢 能够在让你编织的时候 会变得比较顺手 然后它不会卡卡的 好 那我们把这些都调紧 OK 好 平结在边哦 放 先把它放过来 然后呢 这个整个抓起来 过洞 好 那我这个地方 我编了三次 你只要统一 几次都OK 好 那这个小技巧呢 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 呃 你的线 在编织的时候 不一定要整卷线 就拿在那边转啊转的 你可以透过刚才那个小技巧 那我现在再做一次给各位看哦 好 那这一次我就不再停留 我就直接编了哦 各位可以看我的手法 这么自然 LIKE 好 那我没人 为什么 我 大碗 好 透过这样的小技巧 我就编好了一朵花 然后呢 它会变得比较快速 又很方便 那有善用你的小技巧 才能够在让你编织过程中 变得比较顺利 而且制作的时候会比较快乐 好 那今天请跟各位分享 这个编法 记得这个小技巧 前空翻过动 后空翻过动 透过这个前空翻 跟后空翻的方式 一样就能够营造出 这个整体的作品 而且在编织过程中 就比较不容易出错 然后能够透过好的小技巧 才能够帮助你在手作的过程中 会变得快乐 又轻松的去完成你的作品 今天请跟各位分享的小技巧 就到此结束 那欢迎对亲频道 有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哦 拜拜